詞曲 李宗盛 《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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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對生和死看得十分頭恥 在莊子所處的混亂政局之中 人們每天都要面對生和死的問題 No? 而莊子就可以看透這些問題 明白死只是一件平常事 所以莊周在他妻子死後 還敲盤唱歌 而他自己死時 更吩咐弟子不要厚撞 因為他知道生不是樂 死亦不是苦 人死後回歸自然 所以不必後葬 任由飛鳥螞蟻奪食 可見他對死亡的達官 是否正常有此理者 對死亡無人 廠近雙領 一般人眼中會認為時間和空間是有盡量的 但是莊子就認為時空都是無窮盡的 而這個所謂的無限是雙向的 既無限大亦無限小 他在西元前幾百年已經提出 人身處的空間是無限大的 更是《庚桑楚編》提出宇宙的看法 他亦認為世界上有些事物是渺小到無法體見 例如在《側藥篇》說到汪王的足袖上 住有滿足兩國 我見莊子的想像力是何等豐富 而且能夠突破普通人的看法 有極其卓越的見解 從上述三章 可以見莊子無為而止的政治觀 產生的原因 由於他身處亂世 而且在上的統治者鬥爭不斷 因此使他從以道官物 引申出的政治理論 因為世事都是由道而產生的 所以應該依秦道 因此政治只是人考詐偽作的手段 他認為君王如果希望能夠洗天下大治 便必須行不治之治 而不是用權謀或禮法控制人 因此莊子主張無為而止的政治 而是由道德 而是由道德 而是由道德